最近我看到人民币的强势 其实是否也说明到这一点呢? 这个也很奇怪 今年年初很多人都说人民币会下跌的 因为大家这个货币政策背驰 中国就行宽松,美国,紧缩 谁知道人民币越来越强 现在6.3%就穿了 我想这个真的是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和这个区内的国家 现在都怕了美金 因为如果说你动不动 你可以在Swift那里再制裁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不如买一些不会被人制裁的货币 那其实人民币是真是 我想可见将来都不会制裁的 Tommy我想八卦问多两个问题 因为其实今天也释同人民币中间价 开到上四年高位嘛 那大把人说就是因为俄乌事件更加有办法 或者是无可否认地是会推进到人民币国际使用 因为那个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 你刚才提过CIPS 就有机会其实会更加多地运用 其实是否会进一步推高人民币呢? 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大家都是在一个转型当中 就是说你要由这个实体的货币 转移到一些虚拟货币 将来大家都是很想用虚拟货币 不过如果说你用美金的虚拟货币 就没有人在包底的 你要去买Tesla那些一对一的稳定币 那些它背后又不知有多少的资产支持 但是如果人民币是央行发的话 那很明显这个是央行背后支持的 所以我想俄乌的局势是会推到更加多的 这个可能小国的中央银行 甚至大国它可能都是背底里 都是走去买多些人民币 哦 这样啊 准备资产 你留意就是你过去两三年 起初的时候就是大家去买国债的 那国债的回报可能是三厘以上 那现在当国债的回报不是说太高的时候 可能走去买一些组合的一些股票都不行